HELLO 早安,大家好,我是FIRST DAY 三獎 大家有看我一年前生病,差點死掉 讓我整整消失,低潮一年坎坷的影片嗎? 那這個非常痛苦的經濟,讓我下定決心改變我的人生 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如何改頭換面,過我新的第二人生 我原本完全是個夜帽子,常常工作超忙 早出晚鬼,早起可是又晚睡,一直在削減我的睡眠時間 那現在都盡量早起早睡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超級無敵大的改變 那我現在這個是在做起床後的冥想 那為什麼我在冥想?就是因為我走投無路了 自從去年父母眼開刀差點死掉後,住院住了一個月超久 但出院後我的狀況一直都很不好,一方面是身體狀況持續不好 另一方面是也因為這樣讓我極度憂鬱到無法跟任何人接觸 也讓我變成超嚴重的失眠症,那嚴重到晚上11、12點開始躺著 卻完全睡不著,都要直到早上9點過後才能睡著 還持續了7個月以上 啊已經到下一個畫面了,冥想等一下再繼續解釋 因為矯正牙齒所以就去買電動牙刷 結果我覺得它超級好用的,用過就完全回不去了 還有一個生活冷知識,很多人擠新牙膏的時候都會從中間直接擠 但其實在它的尾巴那邊會有氣泡 所以你從這個屁股這邊擠的話呢,你一整條都可以擠得很漂亮 擠得超乾淨不浪費 然後這個刷頭雖然是牙套專用的牙尖刷 但是沒有帶牙套的人我覺得也超推薦的 再來就是包養了 雖然我很不想要素顏拍影片 而且免疫的關係又長紅斑 但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好東西 今天完全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真心覺得好用的東西 跟為了健康,可以吃可以做的這樣 最愛人要護好你的腸道健康 你看我腸子腹膜炎開達後過了一年 身體各方面狀況都還沒恢復好 又常常有各種異狀,真的很可怕 早上起來後我就擦這一罐 超級來人救星,一瓶底七罐,All-in-one的 在我開刀作院一個月的時候,他真的是幫了我超大的忙 我那時候真的是超辛苦的 通常白完就是彎腰洗臉完,然後啪啪啪就好了超快 但我那時候完全不能動到肚子,實在是太痛了 根本也沒辦法彎腰洗臉,只能用擦著 然後拍化妝品也是喔,一般人根本不會發現 但其實舉手的這個動作,其實都會拉到肚皮 所以我連拍都不太能拍 我那時候超像機器人的超緩慢的擦 慢慢的手伸起來,然後這樣輕輕的輕輕的 超緩慢 整個行動超級不方便的,差點保養要花超多時間 而且我這樣行動不便不是三四天喔,是整個住院的一個月都這樣 所以這一罐一瓶底所有保養品真的是幫了我很大的忙 平常我一定都是早上洗臉後跟睡前都保養一天保養兩次 可是住院的時候時間是沒有那個體力 所以就只有晚上睡前的時候擦洗跟保養 但發現真的這一瓶就夠耶,沒有再讓我乾燥緊繃不舒服,我也很驚訝 而且很好笑,開完刀後的前兩天還是三天,我都完全沒有保養 因為實在是太痛了,完全一根寒毛都無法動彈 結果我覺得我的臉太繃太乾了很不舒服 就拜託我的家人幫我把這罐小白凍帶來醫院給我 結果擦完隔天醫生來看我的時候 他就說你今天氣色很好耶,看你恢復的應該很不錯喔 他當時還想要一週就把我辦退院 肚子還有洞,插著引流管,然後要我回家自己弄這樣子 結果殊不知我超級嚴重 結果後來住院住了一個月 他擦完真的會有改善暗沉透亮提亮的感覺 而且擦起來是超級清爽的,完全不黏膩 所以油性肌的人也超適合的 可是吸收又很好又很保濕 對了對了,上妝前也很適合 不會跟底妝打架,不會起屑,這點很重要很好 如果你晚上睡前擦的話,早上起來洗臉的時候 你會感覺臉很鼓溜,很緊緻的感覺 我覺得他真的是人人救星也很想要推薦給男生使用 這個男生也很適合 早上起來也會先看看我的室友們 都還好嗎?有些在度假中 今天也很可愛 早上空腹我會喝橄欖油 我真的是超認真看了1000片以上關於健康的論文報道 研究後我開始喝橄欖油 他有抗癌症抗發炎,有超強抗氧化 預防中風、心臟病保護大腦 預防食指抗糖尿病等等 好處真的是多到說不完 號稱一體黃金 以後我一定要再拍一集橄欖油的影片 但是為了要得到他厲害的功效 一定一定要買純正的特級粗炸橄欖油 買橄欖油真的不能省 國外的橄欖油是說台灣市面上的橄欖油 很多都是假的 在歐洲是拿來做工業用的 不是給人喝的 那我開始喝他之後真的成功降低我的壞膽固醇 本來是破表的 這個絞維蛋白我已經吃4年了 巧克力比例超正美 他真的是超級有效的 我覺得吃一個禮拜就很有感覺 皮膚會變得超光滑彈潤發亮 我推薦給身旁超多人 大家都說超級有效 沒有遇過說沒效的 然後益生卷我是吃台灣的牌子 叫做維他盒子 因為我覺得他的成分比較甜然 然後他也會讓你的排便很順暢 對了 我剛剛喝的那個感染油 也超有助於排便的 想要改善便秘的人真的可以喝感染油 超級有效 早上我會吃超級食物巴西梅 倍數是地球上最健康的水果 配氧化粒是藍莓的好幾倍 然後這個是一堆人跟我求要連結的炸紙杯 我看了各大網站千跳萬選嚴選的 充電是磁吸式的很療癒 這個是Costco在賣的有機巴西梅 我也會強迫我媽媽跟我一起喝 他的碎冰能力真的是超強 材質也是奶瓶等級的 蓄電力還是一般的兩倍 這一款很特別 因為他有這一段的關係 形成這種漸層很漂亮的很像水彩一樣 所以每天看他呈現什麼花樣什麼顏色 也是一個我的樂趣 影片沒照到 他的底盤還可以換成換出用輕便型超輕的 那我今天要撒上這個 做BiriBiri Mix 美國大集合 這個也是自然栽培無農藥的 好了後來放了草莓香蕉桑生 明太子煎蛋 開動囉 太子蛋被我吃完了 現在多了這一道 是酪梨加醬油加芥末 這個是比較日式的吃法 雖然我們來台灣很久了 但是在家裡的飲食習慣 還是一直都是很日本 就是每天都會喝味噌湯啊 什麼海帶湯啊 剛好今天沒有 然後就是常常吃一些魚啊海鮮 早上後我會再吃B裙 這個是另外有加鐵的 我變成怪阿姨了 餵抱自己之後就要來餵植物 養植物真的會改善身心靈狀況 真的超有效的 我從住院後的重度憂鬱症 說是植物們帶我走出來也不為過 我覺得昆蟲很厲害 自從我養了很多植物之後 每天都會來超多蜜蜂啊蝴蝶啊 而且是不管什麼時間點出去都會有 只要是白天55克蜜蜂啊蝴蝶啊 有時候也會有小鳥來吃我的水果 那我這幾年來我著迷的順序是 從入門的官葉植物 台球植物 多肉植物 多種可食用具療效藥效的香草植物 花卉 提升風水的觀賞性開花植物 樹木 各式食用水果樹 料理餐盤裝飾 花卉 個型態仙人掌 球根植物 突變或稀有罕見 新品種植物 目前在這裡 我種太多了之後會分門別類另拍影片慢慢介紹 我種最多的是具療效藥效的食用香草跟花卉 我本來以為自己種超過100種而已 結果認真算一算已經超過200種以上的超瘋狂 難怪鄰居都以為我是專業花藝老師或是職業賣家 但植物真的對於身心靈草有幫助的 還可以清淨空氣 有美化環境 吃了又有益健康 提升免疫力 好處超多 這個愛心的葉子叫做原葉花竹 有很多的品種學名 原本在歐美流行 最近慢慢紅到不喜歡 實在是太多了拍不完 這些都是一小部分而已 有些不能淋雨 又可以養在室內的 就會放在室內 我還有做一些乾燥香料香草茶 這個是用今天採收的玫瑰花做的玫瑰花茶醋 我還有加一點迷迭香 現在每天採收各種香草啊花啊 蔬菜啊水果 每天收成就是一個期待 然後看收成什麼 做成各種飲料料理 變成是我的一大樂趣 好接下來換完衣服要來運動了 一個禮拜至少要三次 每一次要超過三十分鐘 然後我現在是一個禮拜七天都運動 有時候可能六天 然後每一次都一個小時 所以我有超多套運動服的 我的運動服有超過七套 現在運動服變成 是我在家裡的制服了 幾乎每天都是穿運動服 然後呢我的法寶就是它 登登登登登登 健身環 我覺得健身環真的是超級有用的 我因為認真開始玩了健身環之後 就是比去健身房還有效 因為健身房我可能一個禮拜 就頂多去個兩次 有去到三次就很不錯了 但是因為健身環在家裡 所以就你隨時想做都可以做 所以我就認真玩了健身環之後 把原本的健身房給退掉了 然後我綁好頭髮我準備要出動了 但是愛於家裡其他地方 如果遭到的會被殺死 所以就先到這邊 入著就七點半了 時裝有條塊 太累了 對了跟大家講一個小知識 因為通常運動完大家都會想要馬上去洗澡 我之前也是這樣 結果我爬了很多關於健康的文之後發現 說剛剛運動完身體還沒有平息 是不太適合馬上洗澡的 要等過半小時後再洗 我比較好 然後運動完一定要馬上補充營養 這是其他指 應該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沒有運動後補充人體所需營養的概念 我也是研究後才知道的 以前只知道要補充水分 但其實運動對身體來說是魔中傷害 所以運動中就要隨時補充水分 運動後喝起跑水可以綜合乳酸堆積 可以改善肌肉酸痛消除疲勞 我還會加上巴桑米克醋 防止乳酸堆積促進營養吸收 還有杏仁小魚肝 我是因為輕微骨質疏鬆才開始積極不蓋 我的僵子性關節連鎖不能做負重運動 可是要改善骨質密度只有負重運動有效 真的很傷腦筋 我的開工儀式森林味道 真的超療癒 我覺得是這輩子沒聞過的味道 開始進入工作了 一開始會先來看一些台灣日本的新聞 那新聞之外只要感到好奇的事情 我都很喜歡查了解清楚 也會意外的從中找到教學靈感 我的教學筆記啊點子啊超級無敵多的 我幾乎一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泡在做日文教材上 那最近在做線上日文課程的內容 大家敬請期待 對了對了重大發表 一直還沒有在影片上說 我出人生第一本日文教學書籍了 而且在格達書局日文類教學排行第一名 不客來金石堂PC Home等等 別人跟我說我才知道 真的是太感動了 我這一年生病後真的都沒好事 這對我來說是超大的安慰 太鹹味了 總共有53個單元 雖然出版社的希望是初階內容 但我不想要太簡單 有補充一些初階文法去延伸的高階用法 符合母語人士的道地用法之類的 造句也是不想要太教科書例句的樣子 是比較生活化實用的自然繪畫 每個單元後面都還有練習題 有些也是出到蠻難的 內容我有寫的 希望N5到N1的人看了都有收穫這樣 這邊我開始錄音了 我在錄製Telegram的日文教學 教學圖我有在日文教學IG上有公開 歡迎追蹤 那現在這個是錄給Telegram會員的語音教學 還有講解的課程 每天更新每天的主題不一樣 那其他還有IG上沒有公開的 不定期的日本時事啊新聞啊 有趣消息的教學 跟一些日本人才能理解的日本人思維等等 剛才在說我的日文教學書籍也有提到 就算是簡單的東西 不想要只簡單的教 像這個明明也是N4的初級單字 但造句我喜歡造實用的 像這個不管任何事都先割一旁 這很多N1的人也都沒辦法說出來 那我造句都會想要是 是真的人與人之間相處上 生活上人生中無意見你有可能會說的話 現代人都很懶得查字典 我都幫你查好了 我自己在不會講中文的時候 也都是查中文的字典 看中文怎麼解釋這個中文詞彙 那就算看不懂一定都會有收穫 像大家遇到不會的日文單字 一定是去查中文解釋 但只看中文解釋 有時候使用上會有誤解或不通順的問題 如果你學語言看原汁原味的解釋 這些問題會比較少 還常常可以額外吸收新的知識 詞彙也提升語感架構能力 這是我自己在學中文的時候的方法 覺得很有用 所以就應用在自己的日文教學上 乘嗎? 大家有發現嗎? 乘嗎? 這個日文單字在這一句解釋中出現2次 可是唸出來2次的音調都不一樣 本來這個字就有2個音調都可以唸 但這一句解釋如果給日本人看要他唸 我想应该都会跟我一样 前后发音会自然变得不同 觉得这样比较顺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了跟大家说 之前有整骨师教过我 很简单 听说呢 像一般的比较快速的 就是阿拉雅其实是 对脖子是不好的 每一天花一分钟 你花一分钟 转一圈脖子 我做完啊 真的就会觉得 我的脖子颈尖 就是变得轻松了 真的大家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这招蛮好的 现在中堂休息 我还有一个每日的健康功课 就是吃巧克力 一定要70%以上的才有用 一天20克 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等很多功效 也可以泡无糖可可 自己做之后 现在完全没办法 喝外面的巧克力 我喝过外面有些高级的 法福娜巧克力 卖到一杯两百吧 超贵的 我泡的比它好喝十倍 又浓 用全巧克力做的真的无敌 才发现外面泡巧克力 放的量真的是很微量 又很贵 我现在已经进阶到 吃100%巧克力的原物料 叫做可可糕 一开始吃很苦 觉得不好吃 但现在已经很习惯了 再来是芒果 真的不仅好吃 营养又丰富 一箱十斤的芒果 我们家已经吃掉五箱了 再来是补钙又营养的黑芝麻 它的钙含量竟然是牛奶的十倍 吃出这个牌子 高钙又很细致 完全不卡红 这个我可能已经吃掉六罐了 也一样强迫我妈妈喝 再来补钙的同时 可以摄取柠檬 加强吸收 我自己是两天喝一次柠檬水 也不要天天喝 我也会配上香草 这是比较特别的半叶胡椒薄荷 是原意得奖品种 这是瑞士薄荷开花了 而且大家知道吗 柠檬竟然营养成分都在皮 不知不觉工作完了 到了晚餐时间 我自己做的明太子鲑鱼 美乃滋一带粒面 后面是我做的干燥香料 黑色的是刚刚也有出现的 巴桑米克醋 然后也有淋上橄榄油 还有吃超多青菜 饭后果汁 今天是水梨 加上自己种的日本指数一起打 晚上热开按灯 酝酿睡觉 晚餐休息后我就下班 不做工作 不回讯息 尽量不要碰3C 不然我真的很容易睡不着 会想太多 灵感源源不绝 所以睡前几小时就看书 酝酿睡觉 那平常晚上10点 还会教线上日文课程到11点 但今天刚好没有 就准备早点睡 啊还有一点 我几乎是不看电视的人 可能只看新闻 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 是很爱看电视的人 但自从我来台湾之后 一直都超忙超忙超忙 一开始不会讲中文 忙着学中文 有生命在学中文 每天8小时 持续8年 后来一直忙工作工作工作 真的就是被周遭人说工作狂那种 还有就是致力于 让更多日本人认识台湾 或让更多台湾人认识日本 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想对台湾跟日本 有些贡献 那有时候自己太热心 额外又会做很多 有的美的事 又会花掉很多 我的时间跟精神 因为太拼命三郎了 所以 以至于我来台湾之后 完全没时间看电视 那一直不看后来就有习惯了 然后也变成很怕浪费时间 连续剧都不敢看 除非是让我有教学灵感的才看这样 我觉得我从前满脑子都是 我会不会让今天没意义 我有没有比昨天的自己更进步 就自己脑内会一直很紧凑 我这么拼命三郎的活着 一直拼命读书工作 但一身大病之后 真的感受到健康最重要 没有了健康什么都没有了 真的是用身体体会才会懂 其实我发病后 现在还是在调试的阶段 因为僵质性关节炎的关系 有时候起床脊椎是巨痛的 都过一年了还是这么痛 真的会影响心情有忧郁 我之前发病后 整个没有心情做任何事 我好像有快要四个月 都没有打开任何IG或脸书 连看都没有心情看 那现在有时候出现异状 还是会一样陷入之前的忧郁 但现在真的比一年前好很多了 至少我恢复 调试心情的速度变快很多了 可能几天还是一个礼拜 就会再振作起来 这一年就是一直在不断的 尝试让自己放松 自己放过自己 学习放下一切你原本在意的任何一件事 住院之后学习到 自己需要漫步掉 过减轻自己压力的生活 心态要是今天没有照着计划完成 那没关系 就不要再去想了 以前就是太容易自己给自己压力 我现在终于学会放下 人在生活中都要接受各种不完美 意外的事 不顺心的事 心情要保持愉快 才能身心都健康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或是你注重的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要睡了 大家晚安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